面对被批评说他用台大仗台大医院的账户涉及洗钱 柯文哲直批说这是抹黑 还说这就像是宇昌案 另外罗鼠磊抨击柯震营 不要把他所有的质疑都弄成像是宇昌案 说这样太侮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了 在洗钱风暴之下 不过柯文哲仍然在上午公布了选举募款商品 要今年一起站出来 不过洗钱问题继续延烧 被指控利用台大医院专库变成小金库 涉嫌鼓励台大医师逃漏税洗钱 无恙吗风波还没停歇 不过柯文哲选择再开记者会公布商品 要小额募款 有衣服有背包 更重要还有贴纸 也趁机小额募款 而面对洗钱风波 会计系统里面运作 今天你是要指控我还是要指控台大医院 直批是抹黑 是蔡英文与昌案翻白 最后不离洗钱风波 继续小额募款 要民众参与展开独木舟行动 而另一头 能够逐步增加百分之二十 机制教育的预算 也是我们再推教育政策 希望培养出各个领域 世界级人才 供防证开打 连科两人步步为营 记者综合